一个以弹电影吉他为主的吉他手 不能总是给力给气的嘛 或多或少总有需要用到木吉他的场合 演出 录音 把妹 把父母 但是呢 因为不是自己的主要武器 所以总会遇到一些不方便的时候 比如经常要走来走去 不方便背超过一把吉他 录音师还得给木吉他专门配置一套录音设备 昂贵且麻烦 一握着是一身人惊你根本就弹不了木吉他 妈的 以上这些例子都还是有钱人的烦恼啊 我就简简单单因为穷 买不起木吉他 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买不起了 摇摇牙省这几样也能买一把 就是买回来一年也用不了几次 还不如拿着钱去 能让电吉他模拟出木吉他的商业 科学家们想出了很多办法 比如加装压电琴角 比如数字吉他 比如密的技术 比如单块模拟 任何一种方案好像都不便宜哦 而且出来的效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 所以石油场合还是会相对局限的 口罩却意外地在 喝到Apro这款效果气声 听到了久违的木头味 Apro将A12的箱琴前提模拟 与真实的箱琴脉冲采样 i2结合起来 给箱琴模拟增添了不少木头味 而且这一切都不需要额外的投资 和对其他做任何改造 已经有了Apro的朋友 不妨试一下哦 感谢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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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认为这样的效果 已经可以替代真正的香芹了吗 那是肯定的 不行 但那木头味至少让我使用这个模拟技术的机率大了很多 因为录音会演出的时候 这点木头味在背景伴奏的衬托下 已经是挺有说服力的神秘了 本来嘛这个视频到这里是已经结束了 但原视频发出后引来一些争议 主要的争议点就是模拟的不香 我就问你 你结果哪家的电吉他模拟木吉他是模拟的像样的 我实话告诉你 你去买把100块钱的烧火关都比模拟的要像 但你买N Pro不是为了这个功能吧 N Pro只是让你在不多花钱不改装吉他的情况下 给你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可用的模拟罢了 你还要啥自行车 而且关键N Pro上的这些香芹模拟相对来说并不差 还有热心网友提醒我是不是用错预设了 你确定要听这些为电吉他准备的预设吗 你确定吗 好 老规矩没魂直接发 i know you i know you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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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